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天地频道 马耀祖告诉马耀宗和马耀堂 马展宏信不过 原来马耀祖猜透马展宏的复仇计划 出狱后私下约马展宏谈话 马耀祖质问马展宏是不是喜欢真心 还有一条刻有真心名字的项链 马展宏承认却有此事 是他买来准备送给真心的 想不到后来真心选择了马耀祖就放弃了 马耀祖反驳道 马展宏一直留着项链 证明他并没有放弃 马展宏问马耀祖 约他出来就是要他说声对不起吗 想当初马耀祖让他去越南找钟森叔 还故意要他多留几天 马耀祖就趁这个时间追真心 该说对不起的是马耀祖 马耀祖说了声对不起 随即拿出手机里 马展宏亲吻真心的照片给他看 马耀祖要马展宏解释 明知道他跟真心还有一周就结婚了 马展宏还做出这样的事 马展宏解释道 是当时他和真心都喝醉了 还说这件事与真心无关 马耀祖看到马展宏那么护着真心 说他还不承认对真心有感情 马耀祖还责怪马展宏对他却那么绝情 还到廉政公署告发他 害他做了半年老 这件事是不是说句对不起就算了 一个男人要想要对一个男人报仇 不外乎四种原因 女人金钱和权力跟仇恨 以马展宏的为人绝对不会因为他抢了真心 就报复他 至于金钱和权力就更加不可能 很明显 马展宏是为了仇恨 马耀祖一直想不通 当他提起钟森书的事 看到马展宏的反应 终于明白了 马展宏要报复的不是他而是马家 马耀祖问马展宏 在越南钟森书到底说了什么 马展宏说是马先生绑架了马先生 马耀祖驾车外出 表舅拿了一个信封递给马耀祖 说是有关曼迪母女的 让他看之前要有心理准备 马耀祖看了两眼含着泪水 他对真心说要离婚 真心不明白为什么 马耀祖说他跟真心已失去了信任 不可能继续在一起了 真心不相信是真的 马耀祖继续说 等宝宝出生后做亲子鉴定 如果宝宝是他的 那宝宝的抚养权归马家 真心听了气婚了 痛斥马耀祖什么宝宝不是他的 马耀祖说他跟马展宏做过什么 自己很明白 真心否认跟马展宏做过什么 马耀祖让他看手机里 他和马展宏亲吻的照片 真心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张照片 他突然想起来了 那天是马耀祖为了婚事 跟他吵了一架 他很不开心去酒吧喝酒 遇上马展宏 两人都喝醉了 马展宏祝福他 亲了他一口 就这么回事 他们是清白的 马耀祖又说 就算真心他真的出轨 他也有可能原谅真心 一件事 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说完把信封扔给了真心 真心打开一看 原来是曼迪母女摔下山死了的照片 真心一边哭着 马耀祖一边说 自己从来没有想到真心会如此心狠手辣 两条人命啊 指责真心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马耀祖突然情绪崩溃了 他大声呼喊着 够了 真心 我跟你原近于此 这时 前面十字路口一辆货车急驶而来 眼看就要碰撞到马耀祖的车了 此时马耀祖刹车也来不及了 车子飞向空中翻了个底朝天 真心只受了点轻伤 他从车里爬了出来 看到身负重伤 昏迷过去的马耀祖 他想把他拉出来 但看到马耀祖脚下的那些照片 其实他本意不是想害死曼迪母女的 但他害怕以后自己白口莫辩 想到刚才马耀祖说离婚的话 自己以后是一无所有 孩子也不会跟他在一起 他狠心把照片扔进了火堆 抱着肚子赶快跑离车子 就在他离开不远 车子就爆炸了 马耀祖送医急救 马家所有人都到齐了 最后医生宣布 马耀祖伤重急救 无效死亡 病房里的真心 悲痛欲绝 不相信马耀祖真的死了 是自己做噩梦 这时贾洛依安慰他 因为当初自己失去孩子时 也希望是做噩梦 贾洛依答应 会陪着真心的 让他想哭就哭出来 真心哭得很伤心 他说当初嫁进马家 丈夫就被抓去坐牢 后来还知道 他外面有女人 自己原谅他 继续等他 好不容易出来了 却遭此灾难 贾洛依鼓励真心 还说会陪他渡过这个难关 这期节目说完了 谢谢收看 求关注求回复 求点赞求转发